主席议会人员 现在又请市长 跟台电的陈董事长 金吉普林市长 台电陈董事长 你好 刚才孔委员提到 最后现在你们选定的 核废料储存的地点 因为你们现在说 你们那个其中有一个 要重新选择 那是哪一个地方 现在还没有确定 不是 我说是哪一个地点 是因为是保护地区 所以你们要重新选择 我是说那个是在 澎湖的岐美 那澎湖岐美等于是 已经排除在外了 是因为法律的关系 对 刚才孔委员也提到 冬极岛报件是冬极 冬极 刚才孔委员也提到 他几个地点 包含 现在是台东达人的南田 他也提到 市子乡 我是市子乡的人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整个作业还没有完成 只是在评估的这几个地点里面 到底是市子乡还是牡丹乡 他是南田 是南田 不是 南田是达尔人乡是台东县 对 我说屏东县 刚才孔委员是提到 屏东县目前还没有定案 没有定案 所以我个人就不知道有市子乡 但是你们刚才就是 好像有认定市子乡这个地方 没有 刚刚是因为孔委员提到这几个可能性 那过去是有这几个可能性在名单里面 从过去可能性 我们市乡都不包含在里面牡丹乡有 牡丹乡有 所以因为也提到进度的问题 我想这个进度 目前本来是已经要进行到准备要公投 但是因为你们选举的问题现在越延旦 但是实际上这公投要通过 真的是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我想 最后的储存的这个核废料的问题 可能还有相当大的这个问题存在 那么我现在就请教一下 目前核废料储存最多的地点 目前是在哪里 在地方的部分目前是蓝宇最多 蓝宇最多嘛 蓝宇最多 刚才孔委员也是非常关心 实际上我们原住民委员都非常关心 蓝宇这个地方 那蓝宇 既我所知你们的租期好像已经过了哦 租期 租约 租期我们好像是都是每年有在续约 并没有过 都是有三年一次这样一直在续约 因为你们那个租约是跟直接跟相公所来租啊 三年一个租约 但是旺益有那么一天蓝宇这个地方是不同意去租的案 你们有没有什么那个被案 是这样子因为蓝宇啊 那个地方目前是确实是场所在那边 废料桶有九万多桶在那边 那是台电的第一个能够工作的一个目标是说做好这地方的沟通 那第二个是在租约的这个租金问题 是因为每年在谈有时候双方还有不同的意见 那这个假如有双方有善意的话 因为应该可以避免刚刚委员所走的说 已经是两方面决裂了 到这对付公团 对啊 我以真的决裂的话 你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到哪里去啊 这个我们再努力避免这个事情发生 因为旧所知最近 南宇乡公所 乡长跟土地审查委员会 都到台电来这个商量这个问题嘛 是 有来商量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我也见到他们 我想我们后端处的话 蔡助长也是非常积极的在 跟他们这个沟通 所以我想在沟通的沟通过程当中啊 我非常希望我们台电 能够一定要尊重当地的这个 发明的一些需求 要不然这个这个 真的讲起来 我们政府对南宁啊 真的是欠很多啊 对当地的这些基民 因为核废料的问题我们是欠他们相当多 所以我想他们也不会要求的太过分啦 既然有在这样的沟通啊 也不会过分 但是我想希望能够尊重 我们在可以合乎情理 那不违法的状况下 我尽量尊重那现在我了解的问题之所在是因为要租的面积下使用的面积已经变成原来的十分之一啦 因为当初画的地很大那现在也不可能在那边扩建也不可能在那边做成一个永久性的场所所以使用的那个储存的场所本身呢只是占当初画地的十分之一那这是大家在谈的主要的议题的所在 所以那天啊他们来啊台电啊谈的内容我是不了解 我也希望说我们台电是不是给我提供一些资料 合理的话就可以可是有时候怕因为双方啊有时候认知啊 那个后端处的那个拆组长有没有在场 啊没有没有 啊请我说看回去请董事长提供那天他们沟通的跟你们沟通的那些资料给我 我跟您那边做资料给我好不好 口头说明的方面可能会更清楚 好 而且也附带一些书面的资料让我看一看 让我们参考 另外当时这个小秋哈 小秋雨有这个那个啊要核定啊核飞料储存的这个地点 这不晓得啊 现在情形如何 那个已经乌秋就是靠近啊大陆福建的 那个已经放弃了 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们好像台电也发了不少钱在那个地方啊 呃对当初是因为把当 大概也发了九亿吧 就是说那当初是当成技术上是很很